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們請專家來告訴我們 到底真相為何 接下來非常感謝呢 我們資深媒體人謝寒冰 寒冰哥來到我們今天的 1600節目現場 大家好 首先呢大家在聊疫苗 其實每天大家都在關注 尤其是我們不斷的聽到 有一些老人家長輩啊 打完疫苗之後 出現了這個身體不舒服的情況 那可能因為一些疾病 就這樣離開了 難免大家會聯想嘛 所以呢 其實大家就開始關注了 那麼到底這個疫苗的保護力 還有副作用為何 那麼其實在前幾天 國民黨團不是要求 高端疫苗的審查 要來公開嗎 沒想到民進黨 把這項法案給否決掉了 那專家也在質疑說 如果說我們真的啦 以後大家打國產的 打高端 在市售者身上 打出的這些疫苗 到底能不能用來對抗 目前在台灣流行的 英國變種病毒 還有死亡率更高的印度變種病毒呢 那麼就在剛才啦 我們看了一場記者會啦 高端突然說他們要公布一個重大的消息 一個記者會 結果沒想到跟疫苗沒有關係 應該說跟疫苗有關係 跟COVID-19疫苗沒有關係 突然間說公告了一個 常病毒71型疫苗的第三期臨床實驗 那大家就覺得很奇怪啦 那為什麼我們這一支COVID-19的疫苗 不也來做三期臨床呢 寒冰哥 對我覺得高端現在最讓國人擔心的一點就是 因為你根本沒有做到第三期 你第二期只有一個期中報告 而且還沒有正式完全收尾 在這種情況下你的防護力到底多少 其實根本沒有人能知道 包括高端自己的人恐怕也不會知道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為什麼要貿然去通過這樣的一個 防護力到底多少 沒有人知道的這樣的一個 國際疫苗呢 而且國際認證的疫苗 現在市面上到處都有流動 台灣明明可以去買到 而不一定要去冒這個風險呢 那政府最奇怪的就是 你在這個階段就強制要給人家EUA 然後硬要開這個會討論 就開會的時候 又不願意把整個過程公開給大眾 美國如果人家都願意公開的話 台灣到底有什麼理由不能公開 是因為政府的政策 就是決定要直接給他EUA 所以不管專家的意見到底是什麼 然後就是強行要通過 所以這個EUA的會議才不能公開嗎 那民進黨團的這些人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不是台灣人民選出來了嗎 保障台灣人民的安全 不是你們最重要的任務嗎 那你們怎麼會聽從黨藝 就讓這樣的一個東西 直接把它補絕掉呢 應該要把這個東西全部攻凸於是 讓社會大眾來評判 到底政府適不適合給他EUA才對啊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還有民進黨的立法委員的 這些做法 根本就是枉顧台灣人民性命 那只是一昧的 想要為自己的利益出發 這是非常可惡的一個爛政策 沒錯 其實大家都在想說 到底專家說的話 蔡政府有沒有聽進去呢 尤其是現在啊 我們大家都在質疑了 納稅錢 我們大家都有一筆錢拿出來 要去買疫苗 我們也很樂見啊 那政府就幫我們買疫苗嘛 結果沒想到 現在來的疫苗呢 實際上我們買來的 居然就一百多萬劑 其他的日本送的啦 美國送的啦 或許呢有一些實際的情況 大家沒說清楚 大家都以為說 哇美國關係跟我們變好了 日本關係跟我們又在加溫了 告訴大家一件事情 救命疫苗靠送的 那是因為我們的納稅錢 又拿去跟美國買武器了 剛剛簽了487億元的軍購 250萬的莫德納就來了 好難道我們的疫苗 真的都是條件交換嗎 寒冰哥 其實台灣的防疫喔 真是全世界獨一無二 乞丐式防疫法 全世界都看不到台灣的車尾燈 為什麼 理由很簡單 我們自己明明花了300億要去買疫苗 結果自己買疫苗全部都沒來 來全部都是乞討來的 這個台灣是標準的國際乞丐 到處去討錢 然後日本 日本大哥就送124萬之後 現在美國爸爸又送250萬 然後美國爸爸也很奇怪 之前說要送我們75萬 就硬要通過什麼Covac的體系 到現在也沒來 然後看一看台灣情況越來越緊急 好 現在感謝美國爸爸又送來250萬 可是我們明明有跟美國買505萬的莫德納疫苗 那為什麼到現在 只來了這零星的一些零頭呢 前面的15萬 剛剛最近來24萬39萬 聽說後面還有41萬要來 但是還是連我們的 訂購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啊 那我們訂的疫苗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呢 所以台灣這種乞丐式的防疫法 真的是全世界的天下奇聞 台灣齊齊喔 那我嚴格強烈的要求 政府一定要公開所有跟國外簽的合約 你跟EA的合約到底怎麼簽的 你跟莫德納的合約到底怎麼簽的 你跟Covac的合約又是怎麼簽的 為什麼台灣自己買的疫苗 都沒有辦法進來呢 這中間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你們到底是不是跟延廠簽的約 還是你們真的如外傳的 透過國際前課簽的約 那甚至你們到底有沒有簽到這個數量 我相信都是國人非常質疑的地方 台灣人明明有錢 台灣人每年繳得這麼多歲 我們不是起幹 現在被人家當成起幹 政府還在沾沾自喜 我覺得真的是噁心到一擊 感謝寒冰哥今天加入我們的討論 的確就如寒冰哥所說的 應該要公開透明啊 到底疫苗怎麼買的 跟誰買的是否跟原廠買的 你竟然都要郭台銘拿出這個授權的 這些證明文件了 那政府是不是也能夠公開透明 讓我們看得清楚呢 感謝寒冰哥今天加入我們的討論 謝謝寒冰哥